目前在全球当中 防疫号称最成功了 应该就是北韩了 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 生意了一个多月之后 日前终于公开亮相 但这位堪称全世界 最不能减肥的男人 怪了 怎么从镜头上面看起来 好像瘦了不少呢 170公分 他原本体重是140公斤 看起来有专家推测 大概瘦了10到20公斤 不仅让人家怀疑 他是不是健康出现了问题 甚至还有人推测 他可能是为了应付金正恩崩事 早就找好了接班人 仁俊难道这真的不是本尊吗 而且你知道金正恩 每次出现的时候 不只是南韩关注他 我跟你讲包含美国 一大堆情报投资 都在看着说 你看看到是不是 非常的健康良好 为什么 因为金正恩 他最厉害的事情是 他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动不动飞弹就出去了 可是你从这上面会发现到 我们先让大家做一个对比图好了 因为你刚提到 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 你有没有看到2021年6月的 这时候的金正恩涨的是这样 2021年的4月的金正恩涨的是这样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好像判若两人 很多人就发现到说金正恩瘦 你看到这个 很怪对不对 我不解释 你可能不知道在干嘛 对这什么意思 这是2020年11月30号 他被拍到的 这个一个手表 这是3月5号的手表 这是6月5号的手表 其实手表都同一支 手表同一支 其实手表同一支 他这个真的看起来好像有点勒出 那个肉的感觉 而且再来就是你看这个表带 因为他这边其实有一个辅助的环 这个表带跟这个表带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通真多出来 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真的瘦了 这个手表就很明显 所以你从这边来比较的时候 很多人就觉得 他真的感觉上好像瘦很多了 你知道 再来就是什么你知道 其实我刚刚提到 大家关注他不是只有一两次 你看媒体有帮他整理 他在2014年的时候出现的时候 你看因为他前面也是都是四几年 你知道像他们这种领导人 如果长时间不出现 谣言就非常多了 要嘛就是被政变 要不然就是被干嘛的这样 结果后来发现到说 他消失完了之后 他跑出来再出现的时候 被人家说他兔乖啊 拿拐杖 那时候就开始有人出来 是不是身体不好 是不是有怎么样有病痛 因为他抽烟喝酒啊 对 但是要挡到拐杖 大概不良余形 有问题了你知道 18年跟文在寅的时候 也有人觉得他呼吸困难 说他会痠啊 那19年的时候有人讲说 你的身体虽然只有30岁 你说他胖子嘛 又抽烟又喝酒 所以他的身体状况 也52岁 20年的时候又身影不见 大家就开始质疑讲说 那时候你记不记得 就让他的妹妹跑出来 金宇正 所以有人讲说 他是不是金宇正掌权了 金正恩其实已经被 被这个罢处掉了 所以他根本也没什么实权 然后到2020年1月的时候 他就来宣布说 有要新设一个职权 是第一书记 有人觉得说 是不是要帮他做这个 继承的这个领导 可是我刚刚就讲 其实对于这些西方国家来讲 他们其实真正在判断 就是说第一个 你的这个人身体健康状况 是不是OK 第二个其实他们在研判 就是他后面会不会有 其他的这个举动 如果他今天就是一个独裁者 结果他今天身体不好的时候 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 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就恐怖了 所以对于西方来讲 他们当然会担忧 可是我告诉你 其实在政治上面 尤其在国际上 很多人更觉得说 我跟你说 你不要以为有图有真相 你以为你在荧幕上面 看到的康仁俊就是康仁俊吗 难道不是吗 你也不要以为 你在荧幕上面看到的金正恩 就是真的金正恩 过去跟现在的金正恩 也有人觉得说 我们的身体不像 不像的一样 过去的金正恩的牙齿 被人家拍出来说 他是长这个样 你有没有看到 吐宝宝 有对 吐宝宝刺起对吧 那结果现在的金正恩 后来被拍到的金正恩说 刺起好像比较多 还有其实他们在做对比的时候 也有发现到很怪 譬如说刚接了领导人的时候 金正恩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的耳垂 基本上是这样子 斜下来的 斜斜的 他没有说 这个很大的一个耳垂 有人讲说等一下 耳垂怎么可能会变化 对啊 不太可能 你知道其实在医美界 有人是这样讲说 耳朵这个地方 没有人在整形的 没有人在帮你整的 因为你不太可能 从这边塞什么 填充物菌子 会让它特别大一点 除非你要变刘备这样 也不太可能 所以有人就开始质疑 讲说什么 你看到了金正恩 可能不是真正的本尊 他搞不好有替身 所以你知道 在西方他们一直有个说法说 金正恩很有可能 有三个替身 三个 领导人很重要 开什么 你就看过好莱坞电影 不是那个真假总统 假做到有些都是假的 那这种质疑跟揣测 我跟你讲 其实在历史上 真的有非常多 包含到像这个前苏联 这个领导人史达林 史达林也被认为说 他据说有20个替身 这么多 因为我跟你讲 其实在极权国家 有点麻烦 因为很多人 可能对你都有不满 平常不敢讲 所以他会干嘛 你知道他挑你出现的时间 可能对你做些 有的没有的事情 所以他们很多人 都被怕暗烧 据说 史达林当时找了这个替身里面 20个里面 有被大家比较广为报道 比如他有一个第一替身 叫做卢本斯基 第二替身 有人叫做达达耶夫 可是你知道吗 当然第一个你找这个替身 他可能要表面上要长得像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那你如果表面上长得不像 你可能稍微可以帮他调整一下 可是有些东西是没办法 比如说年纪 可能找到一个比较年轻的 长得很像 可能年纪大的长得很像 这也麻烦 你要靠化妆术 据说苏联 当时帮史达林找了这个替身 已经微妙微笑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 他们居然让这个替身 跟史达林的女儿 一起接触 说真的最亲的人 应该最能够分辨 据说连他的女儿 后来在他自己的日记上面 就写了说 我觉得我爸爸最近身体变好了 他的脸色变红润了 结果后来才发现到 那个好像不是你们爸 那个其实应该是个替身 他讲说他好像有些东西 感觉都不太好 好像戒烟了 那是不是代表他身体变好 他有一个联想 但问题是后来才讲到说 我告诉你 其实当时他女儿所接触的 并不是他的爸爸本身 而是找了这个替身 而且你知道 他们其实在训练替身的过程当中 他必须要让你去熟悉 他的什么你知道 他的言行 走路的样子 比如说有没有拍手 像我们一般拍手 像我们这种大老出会拍手 领导人有没有看过这种拍手 领导人没有 一定要这样拍 连那个频率你都要去计算过 所以你就会发现 他们在训练这种替身的过程当中 非常非常严谨 但最后能够通过亲人的这一端 我跟你讲这就厉害了 所以开始有人讲说 我们现在以前过去很多书上 不是都讲说这个叫史达林 这个叫史达林 这个叫史达林 感觉好像三个史达林 在不同的世界 可是我老实讲 你真的觉得书上的那个史达林 是史达林本身吗 好 这要存疑了 我们再带大家来看到了 经过漫长的时间等待 这个今年五月份 中国的驻荣号探查车 终于是顺利地抵达到了火星 那么也成为了设计 美国之后第二个安全登陆 火星的国家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看 中国有没有可能超越 美国成为太空竞赛的第一强国 同时Kesla的直行长 马斯克也跳出来说 他把他的豪宅给卖了 全力来津援他的火星移民计划 预计在三十年之后 他本人就要入籍火星 打造火星上的人类新世界 许云对大家来看到 一个最终问题 火星上能住人吗 我们先这样讲 大家现在在地球上 水深火热 有过得比较愉快吗 所以所有人都在想 找理由 找方法 让我们下一代 有一个比较安全 不会因为政治斗争 而挡你疫苗的地方 可能就是火星 但我们先讲 今年人类完成的进度 真的是艰苦卓绝 因为四个团队使尽全力 最后真正能有出发的 只有祝隆号 这是中国的 还有毅力号 这是美国的 另外欧盟跟俄罗斯 都说没有办法 新冠疫情太严重了 我们不论怎么样 没办法追上进度 要到2022年 但这两个前往火星的团队 他们直接讲 第一个 祝隆的意思可不是火星 你知道火星的命名 火星叫做萤火 并不是火的意思 它是象征着要点亮 太空探索之火 才会用火神之名 那他在5月15号 着陆火星 那他的供电方式 是用太阳能板打开之后 预计作业三个月 而且最重要的是 祝隆号希望能够 探测地底的组织 矿产跟密度 所以他的探地雷达 是可以达到100公里 非常非常大公里 因为美方的异力号 只有10公里 所以双方在这边 叫力的时候 对不起100公尺 双方在这边 叫力的关键就在于 我能够看得比较深 可是异力号 能够飞得比较高 因为异力号是核能驱动 所以他的运作时间 他可能可以运作一年 这边作用号只有三个月 他用太阳能板 我们讲到龙 这个是一个传说中的生物 而且在古代的时候 常常他成为了是 帝王的一个象征 不过很多人就对这个生物 非常非常的好奇 还特别去探索 有没有龙存在的痕迹 但最后都是空手而归 不过在中国的山东 有一位老翁他自称 他小时候曾经亲眼见证到龙 还特别拿出了五块的龙骨 来当作证明在当时 引发了是不小的话题 人群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真的是龙骨吗 还是什么动物的 这个孙姓老翁 他拿出这五个龙骨 我老实讲 我也真的很想看一看 因为我们对龙的概念 大概只有从电影小说 或者从图片上面看到 谁真的看过 所以这个老翁他出来讲说 我告诉你 我没有跟你胡说八道 我手上真的有五个龙骨 我跟你讲大家都很好奇 你说真的假 你不要随便拿个什么石头 什么出来讲 他说真的 而且你们去查 我告诉你 在我们这地方还真出现过龙 结果大家都讲说怎么可能 我跟你讲 你看从这个地方来看 事实上大家去找这个报纸 都发现在1938年8月8号的时候 还真的在这个地方 有被报道说疑似找到龙的迹象 你知道其实1938到现在也没太多年 所以有一些这个长者 他其实讲说有 我告诉你 当年其实我们都经历过 他讲说在1938 8月8号的那个时间点 因为他那个地方 我们先介绍一下 山东那附近 其实有一个地方是辽河 辽河出去之后 就好像就进入那个海 所以他就讲说他们有一天 其实就是在这个所谓的辽河 入海口 那个海水进来这个 大概有20公里深的地方 就有人发现到说 那个地方其实有很多这个芦苇 或者什么的你知道 那时候芦苇的那个地方 他就发现到说 好像草丛里面有声音 那啪啪啪啪啪啪啪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说 那是什么声音 就有人就走过去看你知道 一开始会惹你知道 因为他讲说那个芦苇 动得非常非常大 结果他再走过去一看 我吓都吓死了 他说看到一个庞然大雾你知道 他说按照他们当时的记载 他说那个藏大概十几公里 而且那个腹部灰白 他甚至还张大嘴这样的 像牛叫 发出一个奇怪的声音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会讲他发出声音 有什么了不起 他说不是我告诉你 他说头上好像有长脚 那就是有长脚 大家觉得说以现今 大概知道的这个生物来说 讲实话 你大概马 鹿 这些马没有脚 鹿有脚 那怎么可能会有这个 而且他讲说 那个看起来他也不是很特别 说像我们一般看到这个陆地上的动物 那结果他就讲说很怪 因为那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他们发现的时候 已经好长一大段时间没有下雨 可是他说当他们发现到 那个奇怪的生物之后 突然没多久就开始下大雨 那下大雨 大雨一年下了二三十天你知道 他说因为鹿大虎 你又没可能出去了 那他们有出去的时候 结果讲说雨停了之后 他们就发现到说 那些东西不知道还滴入了吗 有人想去看的时候突然发现到他没了 那个生物就不见了你知道 那不见了大家都觉得说 奇怪 而且你知道在那个乡下的年代 尤其在那个年代 也没什么数位相机 啪啪啪啪啪拍下 都没有 他们就想说不会有 结果没有想到再过一阵子 居然这个生物 奇怪的生物又被发现了 他说这时候他移动的 他其实有被移动了你知道 因为就没了 过年就跑掉了你知道 他说这一次其实离海更近了 差不多在辽河入海口差不多10公里这个地方 他们又发现到了那个生物 但是这时候不能叫生物 死去 死掉了 他说他死掉了 那死掉的时候 他说怕吃草你知道 因为那个臭味 你那样尸体腐烂的 又去泡水 对 他说那整个就臭掉 但问题是什么 他说他们去的时候 因为他其实当时有一些 这个文字上面的记载 香野奇谭 都是写下 那写下之后 他就讲说我们真的找到了海骨 而且那个海骨长大概10尺左右 身上二三十节 这个一节一节一节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就讲说 而且更怪的是 他们发现那个海骨头颅的部分 还真的有两只脚 那个脚每一根长大概是一尺左右 那你会觉得说怎么可能 我跟你讲 这个报导当时就是把那个海骨 全部都找回来 而且他们在这个地方展示你知道 那展示的过程当中 你看你从这个 因为当时没有什么高清 没什么高解析 会点点糊 可是你从这边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大家围观之外 这个看起来是头的部分 上面还真的有没有 有 有这个脚跑出来 而且是分岔的 这个跟我们这个在图画 或者电影里面 感觉上 好像就真的是这样 那结果你知道 那时候造成万能空向 为什么这个照片 因为记者那时候去拍你知道 他们还为了说怕人家来 说大家想念头 而且还怕这个骨头坏掉 据说后来给他搭棚子 因为就下那二三十天的雨完了之后 他后来就又热了 就一大堆人就去看 我告诉你 其实一般民众在看热闹 对于学术界来讲 开什么玩笑 这什么声闻你总要看一下 因为当地人说都没看过 这么大只 那你后来莫名其妙 那时候就有这个所谓的 我们现在讲的 比较像海事学校 就是那种专业的那个 那个渔业或什么的教授 他就过去看 那看完之后 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说我告诉你 经过我本人专业的鉴定 不是 经过他本人专业的鉴定 他说我告诉你 你不要小看 这是胶 什么叫做胶呢 就是这个 好 我们讲这个胶 对 那我们现在大概都是听着什么 海底蛟龙 海底蛟龙 就是把蛟龙放在一起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大家对这个生物 应该是这样说 蛇你就知道 对 那有一种说法说蛇 他经过修炼完了之后 变大蛇 大蛇之后会先进到 胶这个阶段 然后经过胶的这个阶段之后 如果他还再继续修炼 过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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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之后 当他得到他会变成龙 那变成龙的时候 其实蛇跟胶都没有脚 没有脚 到龙的时候脚才会长出 那就是他成为一个 神仙的一个象征你知道 所以有人讲说 其实胶类 他是属于这个所谓动物 但是如果是到龙的时候 是个神 神的这个地步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讲 可能大家不相信 当年这个学产学的教授 告诉你讲说 我告诉你 我鉴定 他就是个胶 大家更信了你知道 结果这一信了之后 而且他说什么 我告诉你 他为什么死掉 因为很简单 这下面意思是理想 没水 因为我们就讲胶龙要在水里面 那胶基本上 因为蛇你可能在陆地上看来到 可是胶类它必须要活在水 有聚水的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说 他应该是怎样你知道 他周边没有水 所以他就死掉了 听完之后 大家更觉得 而且你看到 他这个整个把它插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到 后来这整个比起来的时候 都是这样 那问题就来了你知道 先回来解这个谜 那个时候大家就一直相信说 我就是找到龙的化石 就是找到龙了 龙的遗骸 结果2004年的时候 有专家就说 他真的是龙 我们再重新用现在的方式去鉴定 后来他们就得到另外一个结论 当年可能搞错了 哪里错了 他说你去看这两只脚 再怎么看都不像是正常的 为什么 他应该是另外被插上去了 他们认为这应该是属于 鸡豚类的 所以就颠覆了所谓的龙 但我们回来讲这个孙信老 如果你当时讲的是说 你是从这边拿到的五颗骨头 那到底是 如果人家已经说他不是胶类 我告诉你后来再鉴定 发现他拿的 还真不是龙的 是什么 野马的化石 那他不是很失落吗